有一种切割方式 切割速度至少可以提升50%以上 你想知道它是什么切割方式吗 这期视频告诉你 随着万瓦级设备的逐步普及 切割效率的提升是每一位激光老板所追求的 就12000瓦而言 对于25毫米以下的碳钢 选用副胶切割 切割速度可以在原来正胶切割的基础上提升50%以上 而且副胶切割稳定性好 喷嘴不容易出现发烫的情况 可以长时间稳定加工 副胶切割不挑材质 对于正胶不能切割的生锈的材质 副胶点照样可以稳定加工 但是副胶点切割的效果比正胶点切割的效果会差一些 在实际加工的过程中 我们还是要根据客户对弓箭的需求情况来确定 是否可以选用副胶切割 如果客户对切割面要求比较高 那么我们只能牺牲切割速度来保证切割效果 视频的最后我们送上12000瓦到20000瓦的副胶切割参数 供大家参考 持续关注哦 谢谢大家